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英州古文大篆相比 小篆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二点一 云一线条 前面讲经文时 我们知道经文有所谓匪笔 如大禹丁名文 就有不少字是有匪笔的 匪笔是象形字的结疑 没有脱离图画的性质 你写过就知道相当不方便 这是初纪文字 小篆取消了所有的匪笔 所有笔画出息相同 成熟的文字必须线条化 只有线条化后才能广泛应用 你看这几个字 纯用线条后写起来方便多了 而且 这对于线条的认识和运用 大有好处 书法 正是从一条简单的线 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点二 固定不守 在甲骨文和经文中 不守经常不固定 如载字 由财和适两部分组成 但哪一个在左 哪一个在右 没有规定 大于顶名文中 财 过而在左 过而在右 到小篆中 写法固定下来了 财 左 适 右 又如 柳字 三十盘名文写法 穆 在上部 大篆 十股文 穆 在左边 小篆 跟从 大篆写法 从此以后 立书 真书 柳字 皆如此 一直到现在 二点三 大小整齐 在小篆中 不论笔画多少 每格一字 这格子 就是我前面介绍过的 长宽比例为 三比二 所以 小篆的作品 都是整整齐齐的 不准齐 就无法清成文件 七大八小 就没有书籍 这看起来 是很小的事 对文化发展 有深远意义 有关 小篆体式上的安排 我下一堂课 再讲解 二点四 简化结构 大篆 有些字 相当繁复 小篆 把它们简化了 如 十股文中的 无字 不见很多 小篆 只取了其中一部分 写起来 简单多了 流水的流 十股文左右 都有水 小篆 去掉了右旁的水 而这个字的意义 还保存着 不要以为 小篆 一定 比大篆 简单 也有 繁复过 大篆的 如 这三个字 咒文 是这样的 笔画 并不多 但小篆 就比较麻烦了 尤其是 盘曲的线条 写不快 小篆 通常以说文解字 为标准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文 不是原本 是后人的操本 所以 其中小篆的写法 是 抄写人的 手记 如 锥字 秦瑞 短尾巴 为锥 长尾巴 为鸟 经文中的锥 是 向行字 上面是 头 下面有 爪 大 转 锥 省去了 爪字 胡创硕 领尸骨 拉长了一点 但 说文中的 小转 是 这样写 锥的 头上 多了一小树 下面长树笔 穿进鸟头 如果你 对照一下 王福安书 说文不守 就会发现 这 一长一短 两个树笔的头上 只是 其笔动作 其实小转 应该跟 吴创硕写的一样 说文的写法 是把 其笔分离 并且 固定了 三 小转的笔法 看见这个标题 先想想笔法的意思 一级课程讲笔法 从字面上说 笔法是用笔的方法 目的 是 得到一根 我们需要的线条 我几次 提醒各位 不管是 哪一种书体 汉字 基本线条 就是这四根 两条直线 两条弧线 两条弧线 也就是两个方向的 内向圈 对写小转来说 无非 就是反复使用 这四根线 3.1 使用尖锋 小转的线条 很单纯 粗细不变 均匀如一 你下笔时 多少粗细 行笔 收笔 也保持一样 有一种 转书 是 特别细的 称之为 铁线转 青铜器上的闽纹 有胶筑的 也有刻鞘的 胶筑的线条 较粗 刻鞘的 就相当细 如 镜侯书中 就是一粒 这是 西州的经文 是目前所知 最早的 青铜器 刻铁明文 小转如青照板 和全量上的课词 因为是刀刻的 所以线条 也相当细 启发后人 用细线条 来写 转书 称为 铁线转 作为 艺术的 铁线转作品 早期有 李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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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写作艺术 但原作上写的 是 角尸旁艺 史记 秦始皇本记 也容易 不宜改动 原始已毁 现在所见 是北宋时的 翻课本 又称 长安本 写春话四年 郑文宝 据 南唐徐县的 摩本 红刻 是在 西安碑林 后面一段小字 就是 郑文宝的提记 历代 写小传的 好手很多 有三个 姓李的 尤其出名 秦代李斯 唐代李扬斌 明代 李东阳 李扬斌 取法李斯 一三刻十 非常自负 陈说 斯文字后 十字 小声 吵喜 蔡庸 不足也 牵挂杯 是他 铁线传作品 确实是 高水平 但注意 他为了求变化 不全是小传 有些 是古文 清代 写铁线传 就多了 这是王树的作品 这样的线条 大家都知道 只能用尖锋写 横下画 就是纯骨线 这个时候 毛笔太大 笔锋太厚 反而 不好用 用 尖锋的 起笔 行笔 和收笔 在一期课程 都讲过 这里再次 提醒一下 尖锋 起笔 只需 垂直下字 称之为 预风 不要再做 什么动作了 动作一多 节点 就大了 尖锋 顶在紫面上 这时候 笔锋 是直的 当你 开始行笔 拉动时 笔锋 总会 有一点弯曲 铁线钻 只要一条流畅的线 行笔 无需跃风 也就是 下压力 不必很大 压力大 就会产生 跳动 收笔时 只要稍微 预风 把笔锋 收直 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下 铁线 妄文生意 是铁丝 其实不是 铁线 是一种草 铁线草 这在中国 很常见 也是一种 药材 金 又细 又黑 用来形容 铁线钻 横形象 3.2 使用测锋 假如你要 写线条 粗一点的小钻 怎么办 这有两种情况 1 使用大毛笔 写骨线 骨线 当然就粗了 这种情况 还是归入 刚才 纯骨线 鱼类 属于 尖锋线 另一种情况 是用测锋线 我们讲过 测锋 就是加点肉 测锋 有1分比 2分比 3分比 自别 分数越多 肉越多 从1分比 到3分比 意味着 笔心的弯曲度 越来越大 而随着弯曲度的增加 尖锋 会越来越铺开 最后 就会下一把刷子 笔心毫毛 和外层富豪 一起平铺紫上 所以 就产生了 这样三种线条 尖锋 在紫面上的痕迹 是圆点 尖锋线 是圆点的连续 侧锋 在紫面上的痕迹 是 烫斗形 只要它的尖锋 不散 也就是 烫斗的尖头 而是聚集 写出来的线条 中间 墨射最深 历史上 称之为 画有中线 线条 也有 圆的感觉 如果你用 侧峰 太弯 尖峰 铺开了 烫斗 没有了 一个尖 这等于 用一支 油画笔 刷出来的线条 就是平的 南宋 陈友说 小传 自理事自后 为阳斌 独善其妙 常见增迹 其字画 其指处 皆 微露 丰厄 应日观之 忠心一缕之末 背农 该其 用笔有力 且 时下不齐 顾峰 常在画中 此盖其 造妙处 江南徐县书 亦细耳 其原自彼 而得其 精微者 李扬斌 没有墨迹 留下来 徐县有一件 签字文 这件 是有争议的作品 而且字很小 应该是 用尖锋写的 所以 也无法看中线 靠得住的 画有中线作品 可以看 明代 陈南云 我给大家 介绍过这个人 明代 传输大家 尤其是 提 赵 问府 一幅画 迎手 写在 一张 鼠指上 中线 很清晰 用不到 对着日光照 我们来 放大一个字 看看 是不是 画有中线 很清楚 写的时候 墨汁浓淡 要掌握好 太浓太淡 效果就没有 这样好 你可以 拿一张 鼠指来 试写 行笔 速度 不要快 尖锋 聚集不散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线效果 这种转输 线条比较粗 当然 不能叫 铁线转了 它有什么名字呢 它叫 玉柱转 所谓柱 就是筷子 又写作 柱 玉柱的玉 只是形容词 延期线条 温润如玉 李斯的 《泰山课诗》 应该属于 玉柱传 理学小传 李斯的作品 是避不过的 虽然年代久远 实话多一些 但 它是小传之主 细稀 古养混仆 受到历代书法家 一致推崇 徐法语上 仅得 魏忠 徐法语忠 顾魏其下 这个道理 不要忘记 所选自贴不好 看你一生 撤锋的 起笔 行笔 和收笔 以前也讲过了 复习一下 小传的线条 大多是圆头 如果尖锋下子 当然是一个圆点 可惜 这圆点很小 侧锋起笔 这个圆头 要你自己写出来 一种是两圈起 也就是掺头 无传说常用 逆时针两圈起 等于顺时针一圈 所以 也可以反向一圈起 这是 清代一个 木字名盖上的几个转字 放大一个看看 有没有看到 起笔处 都有一个 小小的尖 这就是 写蚕头 起笔的痕迹 这个人写的 预制传 线条 很粗壮 也许是 他家的筷子 比较粗 这些小小的尖 这些小小的尖 就是 其笔的痕迹 刚才成有说 为阳兵 独善其妙 常见 常见征迹 其字画 其指处 皆 微露 丰厄 所言 就是 子 这种小尖角吧 前人 怎样用笔 写出一个漂亮的圆头 奥秘 就在这些封奥之中 我们知道 侧封的收笔 有三种 方的 圆的 和尖的 封收 用错笔 一个动作 其他还有方法 但有 多个动作 圆收 用顿笔 尖收 是接笔 尖收的那个尖 可以在左 可以在中 也可以在右 小传 有一种写法 专用尖收 称之为 蟹叶钻 所谓蟹叶 类似 韭菜叶子 头上 是尖尖的 如这块 唐代木之名 就是一个例子 清代 无锡债 也经常用尖收 不单竖笔 横笔 也可以 还有 赵志迁 也常常写 谢也传 尖收 比顿笔容易 各位 可以试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好 请不吝点赞